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提分手不愿意说出口的真实分手原因 今天要聊这一集呢,是网友之前有两三个人都提到相关或是类似的问题 就是他们分手之后呢,就是永远都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当初要提分手 就是猜不到,那为什么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交往的原因你都知道,很深刻的明白 但是为什么最后走不下去的问题却往往就是一辈子的迷呢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要来分享一间位于板桥的麻辣火锅店 叫做文言文,言是岩石的言,文是文章的文 这间鸳鸯锅店呢,在新北地区卢州啊,新庄啊,板桥都有分店 尤其是这间板桥店在Google上面是高达4.6颗星油 4600多则的留言 那这种鸳鸯火锅店呢,它就是主打吃到饱 除了吃到饱有什么,羊肉啊,牛肉啊,鸡肉啊,猪肉 就是可以无限的点之外 它可以一次就是画菜单,然后会一次的上菜 那样可以连续点个两三次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吃完之后,你可以再画单 就在两个小时之内,你就是可以无限的加点 但这个状况捏到两个小时内,你能够吃的其实也是有限的 除非是你们站立很惊人,你本身是个大胃王 就还蛮推荐的 那它的菜色的种类蛮多的 除了刚刚讲的肉类啊,菜盘啊,什么菇类啊 火锅料也都蛮多选择 其中我觉得最推的是那个手工花枝碗跟手工的...应该是虾仁碗吧 就是你可以自己上来就自己挤一坨一坨 然后下锅去煮 那它除了刚刚讲的各种菜色很多之外 它的甜品,还有蛋糕,还有什么慕斯 甚至冰淇淋有Hagendaes,有八种口味 饮料也非常多的款式 绝对是吃得饱 若你本身是个大胃王 或是你喜欢吃很多样菜色的话 那绝对会满足你的需求 它平日的中午大概就是500多块 晚上是600多,然后加一层服务费 大概吃完就大概700块左右啦 但就是菜色真的蛮多的 就是你绝对吃得很沉 那讲完这么多的优点 我还想要小小的讲几个缺点 这样才做一些平衡报道 不要每次大家都觉得说我讲的都是好吃 都是很棒的 我跟你讲,今天店它还是有些小缺点 就是味道很重 味道不是说火锅味 我没有这么无聊 而是它有些就是那种 你知道,长期日积月的那种 火锅黏在那个地板 或是桌子的那个味道 甚至饮料也有些 就是可能是里面那个机器的关系吧 就是有一些混杂的味道 不是单一饮料的味道 就比方你点可乐 大家就混杂一些粉打的味道 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但是它的肉品是还算蛮新鲜的 就是只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味道 但我个人对那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在意 那就看你是否可以接受 那今天叫做文言文的鸳鸯锅店呢 就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拍影片也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大家可以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 网友提问 提分手不愿意说出口的真实分手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呢 其实有时候会分手 就是误会一场 其实就是没有这么的爱 尤其在暧昧过程之中 你可能被那个粉红泡泡给弄晕了 弄懵了 当下的那个感觉 你可能正处一个孤单寂寞 就单身很久 所以当你误判行事 没有想太多的情况之下 就答应交往 对方可能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当真的开始交往了 然后慢慢地熟悉彼此之后 全然地认识了解之后 才发现说 很像是误会一场 其实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么喜欢对方 所以就选择快刀斩乱嘛 赶快切割 赶快提分手 但是这个状况之下 大部分不会讲出实话 说我是不喜欢你 通常都会讲什么个性不合 或者什么相处上面的问题 所以只有第一点 误会一场 其实没有这么的爱 所以提分手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为什么会提分手的真实分手原因呢 就是二 你身上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无法忽视 这一点算是蛮多人 在分手时候会出现的状况 就是在两个人交往的互动过程之中 你发现对方有一个很致命 然后你无法忽视的缺点 有时候很小哦 有时候那个真的是小到一个不行 就是例如口臭啦 提臭啦 或是他的指甲过长 或是他的指甲就是永远都黑黑脏脏的 或是他就是有一点你刚好就看不惯 就头发永远都是歪的 鼻毛都外插 这类这么无聊的事情 可能是跟卫生习惯有关 然后这种是偏小的 但是看久了你就是越看越腻 越看就越不顺眼 但大的问题像是什么性生活不协调 或是过度大男人 或是有严重的公主病 这些比较偏向个性上面的缺点 或者是生活习惯的差异 就是一个是叶毛子 然后一个喜欢早起 然后一个喜欢运动 一个非常不喜欢就是走路之类的 就这种极端差异的状况之下 就是无法忽视 但这个缺点你发现说 要长期的交往下去 当下可能觉得小问题吧 应该是会改善吧 但日积月累 发现他就是没有要改 然后你去越看越不顺眼 最后只能够分手 但是刚刚讲像那种什么体位 或是什么卫生习惯 或是个性上什么公主病 大男人啊 讲话很爱画大饼啊 这类的 就是你不可能跟他讲实话 你懂吗 所以这就是分手之后 他不会讲出口的问题 就是你身上有个致命的问题 无法忽视 加第三点关于说 提分手不愿意说出口的 真实分手原因呢 就是三 遇到更好 更喜欢的对象 所以只能够默默提分手 无论是有意的 还是无心的 有意的可能就是 你本来就是在骑律招嘛 无心的就是你发现 怎么身边真的突然出现一个 就是你的白毛王子 或是梦幻的公主之类的 在这关系之中 你明明就在交往过程中 但是发现了一个 比你现任更适合的对象 当然就在这个状况之下 很多人就会选择 不劈腿的状况之下啦 就会几经综合评估 判断之后 你就会选择说 嗯 等一下是新的对象 比较适合你 新欢 才是你的真爱 才是那个对的人 那你自然就只能够 二选一就选择分手 然后去追逐自己的幸福 这个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可能 哦 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 至少没有让三个人 都一起痛苦 但他也不可能 很真实地告诉你原因 说哦 他是因为遇到更好的对象 所以跟你选择分手 所以这个状况 也是蛮多人 就是分手之后 永远找不到原因的问题之一 就是第三 遇到更好 更喜欢的对象 所以只能够分手 接下来第四点关系说 提分手 不愿意说出口的 真实分手原因呢 就是 从一开始 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玩物 只是打发时间的消遣 有一些爱情呢 一开始 他其实就是怀抱着 心怀不轨跟恶意 他打从认识你的时候呢 他就抱持着说 反正你喜欢我啊 哎 恰好我现在就是单身 然后我也不太讨厌你 也说不上喜欢 但把你放在身边 很像也不会浪费我太多的精力跟时间 就对你呼之起来 换之急去这样 至少 你会在他身边对他好 这点对他来说很重要 那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 排解 无聊啊 消遣啊 另一方面就是 可能有点骑驴 找马的概念 想说反正我现在单身 就把你留在身边 如果遇到下个对象 就回到刚刚第三点 就是他就会换到下一个去 然后再分手就好了 所以这点是比较邪恶一点 就是死 他从一开始 就是把你当成消遣 那他分手的时候 也不会跟你讲说 他其实压根 没有喜欢过你 这跟第一点又不一样 刚刚第一点是说 他是 原本是有喜欢的 但是后来发现说 这个喜欢他误会了 可能是朋友间的喜欢 或者是 他当下被那个气氛冲昏头 但是 第四点的状况就是 他其实从 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他就打定主意 他并没有 要跟你认真 他也没有想 真的喜欢你 单独就是发泄 性欲啊 或是 单独就是无聊 找个人来玩玩这样子 那就第四点 接下来第五点 关于说 提分手 不愿意说出口的 真实分手原因呢 就是五 虽然喜欢 但是 看不到双方的 共同未来 这一点呢 其实有些人 也不会讲出口 他发现说 两个人的三观 差异很大 比方说感情上面 用钱啊 工作啦 人生规划啦 这些东西 在刚开始暧昧 或是刚开始 热恋的时候 其实不会想这么多 就是想说 把他就找个人来爱 然后开心 然后很幸福 但是 久了之后 慢慢就会往 那个未来的方向 去思考 那这时候 如果发现说 双方对于未来 是没有共识的 或是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说 算了 找个人 喜欢 说不定 最后就分手啊 就没想这么多 但交往时间一长 你知道难免 就会想到未来 那这些问题 就会浮上台面 短时间 你可能忍得了一时 但终究 这个无法忍得过一辈子 这些价值观上面的差异 比方说用钱的观念呢 对于人生规划 有些人就是想要生小孩 有些人就是觉得说 不想结婚孙子 那有些人就是花钱如流水 有些人就是 很在乎这个钱 就是想要存钱 那这些东西 可能刚开始热恋的时候 不会太在意 但是久了 就过于平淡 过于生活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 蛮严重的课题 所以这时候分手 其实有些人 也不会想要明讲 反正想说 都要分手了 我跟你讲这些事情干嘛 反正就是 各自拥有自己的信念 跟价值观 那反正都已经要分手 再说这些事情 也无助于事 所以这就是第五点 虽然很喜欢 但是看不到 双方的共同未来 接下来第六点关于说 提分手 不愿意说出口的 真实分手原因呢 就是六 发现你的欺瞒 跟隐瞒在背后的暗黑真相 这一点呢 就是有关于 信任感这件事 信任感可以说 是一段关系的基石 两个原本是陌生的人 你两个人这辈子 就是完全不认识 但就是藉由无数的对话 无数的自我揭露的过程 一点一滴 从聊天的过程之中 建立起那个互信的基础 那有一天 你突然发现 被一个谎言 被一个欺瞒 给推翻了 你们两个好不容易 建立起来的那个信任 跟双方的认识 这些东西就原来是 隐藏在你 表面后面 其实有所谓的 暗黑真相 不要说是诈骗 他本来就是把持着一个 就是他骗你钱 就是他跟着这个人 可能是看准 他事业上面的成功 他可以拉拔他一把 可以提吸他一把 这些都是比较严重 但小的是有时候 有些小谎话 比方说就是隐瞒你说 已婚啊 或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可能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可能就说 他是一个不错的人 但当你意外发现说 你竟然结婚了 你竟然就是 之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你竟然背着我 在有些勾档的时候 然后原本那个信任基础 就一秒崩塌 但是那个崩塌之后呢 就真的很难回去 那可能就选择分手 但是你真的分手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真的 把他拿出来说 哦 因为你骗我 取历来说 有些人可能就是 对于亚细毒啊 赌博啊 这些就是 他对这件事情 他非常的敏感 那以前他可能不知道 你有做这些事情 那后来发现说 哎 你有做了 但他就是过不去 他内心那一关 但是他都已经要分手了 他也没有必要 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 我是因为这样 跟你分手的 你懂吗 大家都是成熟大人 大家就是会讲个 比较decent 比较体面的理由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有台阶下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永远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就是第六点 现在第七点 关于说 提分手不敢说出来的 真实背后原因呢 就是七 生活重心转移 不想再花时间谈恋爱 有些人就是恋爱多年 或是本来爱得风风火火 但是一些人生的进展 或阶段不一样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 人生走着 走着 就是速度会不太一样 所谓的速度不太一样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女生可能大学毕业之后 就是直接去工作 但男生可能还要当兵 现在当兵还四个月 还就没有影响 像以前这么大 以前像我们那个时候 当兵是一年 那一个人还在当兵 一个人已经出社会一年 这时候两个人 哪怕是从大学时期 就是交往到出社会 但这个过程中 你们以前大学的时候 两个都是学生 所以其实 这个阶段是一样的 但出社会之后 一个还在伸手牌 你知道还没有钱 但是一个已经开始赚钱 他看到了视野 他可能跟别人博弄 跟别人社交 看到的东西 跟你现在 可能还在军队里面 就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状况之下 可能就会生活圈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分手 更不用讲 当年季建长之后 每个人就是工作的 然后那个节奏不太一样 或是想要的生活也不一样 这时候 哪怕你们两个交往很久 可能遭遇 有人工作要外派 或是业务要加重 常要开始加班 开始被指派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那这时候可能感情的状况 也会因此有一些变化 更不用讲 有些家庭发生一些巨变 因为家到中落 或是家人有人过世 就是经济状况 可能重心会转移到他身上去 这些都会让人家 无心谈恋爱 或是短期之内 不一定就是一直都会这种 可是短期被外派去的话 可能那个生活中心 也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个时候 双方是否有 为了这个变动 做一些调整 还是说 双方是没有共识的 就一方 很努力地想要维持 那另一方就觉得说 不行 我现在要专注于我的事业 专注于我的工作 或者我的生活 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让两方的那个 开始出现一些裂痕跟争执 那另一方可能会选择离去 但这个状况之下 大部分可能就吵着吵着 开手翻旧账 而不会是明讲那个问题 因为那个问题就是 解决不了啊 他不可能短期之内 就是他家里 家到中国 可能经济状况 就是变得很严重 他也不可能想改就改得了 或是他就是要接受 工作上面的 loading变很重 那他也没有办法说 他不要这份工作吧 对吧 所以就是有点无可奈何 但分手的时候 也不会拿出来明讲 就是可能大家就是 心照不宣 或是其暗自知道 但是不会拿出来 再去说嘴 所以就第七点 现在第八点 关于说 提分手不愿意说出口的 真实分手原因呢 就是八 旁人的干扰跟劝退 让这两个人 出现了关系的质疑 一段关系 是否可以走得长久呢 有时候 哪怕两个人在相爱 拥有坚定的爱意 但是 那旁人的那些眼光 或是来自于 原生家庭 或是你的亲朋好友的 闲言闲语 或是一些 劝退 这些话 其实刚开始讲 你可能觉得 没什么 反正就是 我不要把它当一回事就好 但是 当很多人讲的时候 就会三人成虎 你外部的干扰听多了 加上本身 你就是一个 很在乎别人怎么想的人 你就是很在乎 你家长怎么想的人 那刚好你家长 就跟你说 这人不OK 有些什么妈宝 爸宝 他就会 讲说的话 就是会影响他们关系 那这个状况之下呢 你真的要分手 所以你也不可能 想说 我爸说 我妈说你不OK 所以我想跟你分手 或者我朋友都说 你不是个好人 我想跟你分手 你怎么 就只是默默的 就是斩断关系 而不会去讲 真实的原因 而就是第八点 好啦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 八点来聊聊 关于说 提分手 不愿意说出 真实的分手原因 真相很残酷 但是却很真实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一集 你是不是觉得 嗯 真的蛮实用的 真的有讲到你心中 那个点 不妨推荐给你身边 那个朋友 有需要的人 听起来 那如果觉得 自己做得不错的话 也欢迎到 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 五星的评价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会有信箱 不管你是片商 或是你是餐厅合作 或是各种邀约 都可以到IG那边搜寻 其实你应该咨询跟我联系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